一人强强拥有活辣身材 以及直率不做作的个性 大啦啦的风格备受喜爱 经历他登上综艺节目时大胆发言 称有男人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色狼 强强表示他曾在欧洲被英明又矮又丑的男人 误认为是人妖 对他做出了许多不尊重女性的动作 此外强强也分享了自己在德国旅行的惊魂记 他在网路上认识了一名长相普通的男子 本来以为对方是好人 没想要证明男子竟然趁强强睡着时 潜入他的房间把他压在床上试图侵犯 强强当时强装淡定 表示自己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一定要结婚后才能发生性行为 而这招也让男子没了兴致 成功逼退了对方 所有强强更是一整晚不敢闭眼 手中紧抓着防狼喷雾气 生怕男子又回来惹麻烦 所以纷纷想让在场众人感到十分害怕 只眼女性单独出游真的要小心啊